外交部部长拿杜斯利西山木丁 上个星期在国会议会厅抽电子烟 被抓包引起话题 民主行动党居卵国会议员黄书奇 今天再次援引议会常规 指责西山木丁的抽烟行为损害政府形象 要求他在下议院正式道歉 对此西山木丁回应他已经认错 同时缴付了罚款 促请黄书奇停止玩弄政治 请黄书奇停止 黄书奇也批评政府执法 双重标准对人民非常严厉 但是对执政党议员却从轻发落 两人继续争论 最后副议长拿杜拉西出面调解 他认为西山木丁已经在议会上道歉 因此不需要再度公开道歉 事件也告一段落 最后副议长拿杜拉西出面调解